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志愿军的喀丘沙火箭炮终于在上甘岭上首次登场 寂静的夜晚,斯大林的管风琴发出射破般的嚎叫 匿急的弹雨如离弦之箭 拖着长长的尾燕撕开冰冷的空气 划破长空,飞过天际 直接砸向了上甘岭上美军的阵地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 却将山头上的美军炸得鬼哭狼嚎,爆头鼠窜 更为藏在坑道里 被敌人的炮火压抑了很久的志愿军战士们 带来了久违的炮火压制快感 紧接着,几枚红色的信号弹冉冉升起 早已按捺不住的志愿军战士们 从四面八方同时涌向山头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扑之战正式打下 那么,吃了炮弹的美国佬 被打得究竟有多惨啊 为了收复上甘岭的所有阵地 战士们又表现出 怎样的战斗意志与非凡的战斗力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上甘岭战役的首个战斗高潮 究竟打出了一场 怎样的奇迹之战啊 前面我们讲到 四五师的全体将士 忍辱负重 顶着美军的炮火 冒着坑道被发现的危险 在坑道里握了两天两夜后 终于迎来了首个反击高潮 二十四门咔丘沙火箭炮 数十门榴弹炮 对着上甘岭就是一轮骑射 直接将美军阵地上除了地堡以外的 所有防御攻势 全都砸了个稀巴烂 随着炮火炸点的延伸 率先发起进攻的是 潜伏在最北面 四五四点四高地南面的地表 反击部队 一三五营二营的六连 他们几乎顶着自家的炮火 一一挺重击枪开路 步兵随后掩护的打法 一路猛打猛冲 魔党杀魔 佛党杀佛 从六号阵地 强杀敌人数个年后 直接杀到了零号阵地前 但零号阵地是主封三号阵地的前沿 美军不光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 同时还修了上十个地方 当战士们刚到高地前 密密麻麻的射击口 就同时冒起了白光 上十挺M1919的交叉火力 在山坡上支起了一道密集的火网 冲在前面的多名战士 重担倒地 六连虽然连续组织了多次突击 但都被山头那种无差别的火力 挡了个严严实实 进攻一度受阻 怎么办 再过半个小时天就要亮了 带队二营的副参谋 张广生前辈 已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一旁的通信员黄继光听后 立马叫上两名战友 抓起爆破桶 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三人战斗小组 以两人掩护 一人从侧面接近的爆破方法 端掉敌人多个地堡后 两名队友相继重担牺牲 而至高点上的一处火力点 还在疯狂地吐着火蛇 以多处负伤的黄继光前辈 拉燃了最后一根爆破桶 顶着敌人密集的弹雨 冲了上去 硬生生地将爆破桶塞进了射击口 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 整个山头瞬间腾起了 树团耀眼的金光 失去了火力压制的战士们一跃而起 以排山倒海之势 再次发起了冲锋 然而 就在此时 侧面的草丛里 竟然不可思议地 突然冒出一个隐蔽火力点 密集的弹雨 再次扫向了冲锋的战士 但重机枪的突突声 也惊醒了左手受伤 胸口五处重伤 视力模糊 几乎就要晕厥的黄继光前辈 已无任何武器的他 看了看敌人的机枪射击口 又回头看了看冲锋倒地的战友后 使出了最后一口气 义无反顾地 扑向了敌人的射击口 用自己宽厚的胸膛 挡住了敌人的枪眼 再次为冲锋的战士们 开启了进攻之门 在六连从表面发起进攻的同时 藏在一号坑道里的八连 也同时发起了大反攻 剑刀三排在副排长 郑玉婷前辈的率领下 如天将神兵般的 突然出现在被志愿军的炮火 炸得七云八速的美军面前 一阵强势的火力输出后 一号阵地上的一百四十余名美军 瞬间就上了西天 战士们越战越勇 以破竹之势 向三号主风发起了冲锋 然而 就在此时 一枚炮弹不偏不斜地 掉在了郑牌长的身边 请看下集 传奇钢八连四 英雄无泪